上月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对,美国执意将驻以色列大规模,从特拉维夫迁往了耶路撒冷,从而引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。 另外为了驱赛巴勒斯坦人的抗议,以色列也出动了大量武装力量,包括警察和国防军以及边防军等,甚至以色列军人也直接开枪,并造成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。 有消息称在短短数天的抗议活动中,就有几千名巴勒斯坦人伤亡,其中至少有50人遭枪击身亡。 以色列军队在对付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之际,也指责哈马斯武装煽动了针对以色列的活动。 因此,以色列空军也频频出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等,对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武装目标进行了空袭。 在以色列战机的频频空袭下,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区的大量目标被摧毁,包括弹药库、地道、训练中心和指挥所等,甚至以色列战机发射的导弹,也精确摧毁了哈马斯海军力量。 在以色列战机的频频空袭之下,哈马斯可以说损失惨重,不仅大量地面、地下和海上目标被摧毁,而且也损失了大量人员和重型武器。 由于缺乏单兵防空武器或者防空导弹等,对于以色列战机的频频空袭,哈马斯基本上也是束手无策。 但其对以色列的频频空袭,并没有无动于衷,对于报复以色列战机空袭,哈马斯采取了很多措施,最有效并且最有杀伤力的便是发射火箭弹。 据悉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哈马斯曾多次动用火箭炮和排击炮,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实施炮击,甚至最猛烈的一次,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60余枚火箭弹, 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 6月27日晚,哈马斯再次动用火箭炮,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实施了攻击,其前后共发射了9枚火箭弹,除了一枚被铁球防空系统拦截之外,其余的8枚全部命中了以色列境内目标,并给以色列造成了不少的损失。